另外加拿大多伦多星期二下起特大暴雨 几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超过了一个月的降雨量 导致十多万户家庭停电 突如其来的洪水导致大面积的道路淹水 许多车辆被迫浸泡水中 多伦多地区发生大面积洪涝灾害 加拿大环境部表明降雨量最终可能达到125毫米 气象部门向多伦多地区发出降雨警告 每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40毫米 警方警告司机暴雨可能导致警盖被掀翻 蹲出司机要小心驾驶 由于多地被淹到机场一些航班延误起飞 机场方面建议前往皮尔逊机场的旅客规划好路线 避开道路封闭路段 留出更多时间以确保安全抵达 气象专家表明由于气候变化 全球强降雨越来越常见 给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负担 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设计 无法应对持续的暴力